第一条 你看以前接受的时候他不承认 为什么不承认有道理啊 如果老师讲的 我这从前张家大使怎么讲的 我就会有话说了 他也不承认的话 你一句话都没得说了 那第二个条件 你所阅读的文字 包括看经书 看任何东西 文字东西 要经过他同意 他不同意的时候不准看 有这么应该的限制 可是有期限的 他来人家给我讲五年 五年之内的必须遵守 我这才明白佛门里面讲五年学界 这就叫五年学界 五年要跟一个老师去 为什么呢 你自己对于释出世间法认识不清楚 你没有定力 就是你没有能力辨别是非 写证没有能力 一定要依靠老师 五年之后啊 你有这个能力了 叫出世了 老师放你出去 你可以参与了 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听 什么都可以看 什么都可以结束 就叫五年之后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啊 代代相传呢 就叫五年学界 就叫思辰啊 老师好好照顾你啊 那么我接受了 接受的老师 三个月之后就有了效果 为什么呢 你看很不准看不准听 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 只能接受他指定的这些书籍 让我读 我自己想学用的都不可以的 心清静了 妄念少了 心就清静了 心清静了 智慧就长 看东西听东西 以前听不懂 现在能听得懂